第2138集 乾坤二老听到青石烛龙的话 都是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七沙魔燕祁 三十三天鸿蒙至宝之一 是七沙魔宗的镇山法宝 此前七沙魔宗的老宗主七沙老祖 已经把烛门神通天罡绝命符 传给了青石烛龙 此刻又再次下七沙魔燕祁 这是要彻底交托基业 传授道统的意思了 青石烛龙得到七沙魔燕祁的传承 修为顿时突破 踏入天神镜九层天 逆天正地彻底脱胎换骨 烈尘在哪里 我要将他碎尸万段 青石烛龙浑身杀气腾腾 只想立即诛杀烈尘 夺回血脉之石 烛龙大人 外面梦魇气息滔天 有大凶问世 而且有欲穷金鹿的波动 必定和叶尘有关 咱们前去调查 必定能抓到那小子 如果他不在 咱们回头杀上青家 那青家满门当人质 也能逼他现身 乾坤二老盘算着 如果大凶出事 这件事真的和叶尘有关 那就节省了他们许多力气 因为在诛杀烈尘的同时 还能完成 玄机月的嘱托 重返上界 简直是一举两得 就算烈尘不在 那也没关系 反正青家和他关系匪浅 只要拿青家满门当人质 不怕他不会出现 好 出发吧 青石烛龙一挥手 没有丝毫废话 立即飞升而出 御风朝着远方的山头飞去 黎明前的天空无比黑暗 而那山头之上 却是由惊天光柱冲笑而起 气象辉煌至极 一丝丝恐怖的大凶气息 不断地呼啸而来 青石烛龙微微动容 这股大凶气息 比他的血脉还要恐怖 怕不是传说中的太古一种 如此恐怖的存在 还是尽早抹杀为好 乾坤二老 丹皇杨烈父子 紧紧跟随着青石烛龙后面 也是流星般地往前飞去 一道道雷劫电光 从天而降 狠狠落在山头上 小黄浑身沐浴在雷光之中 眼眸带着痛苦道 主人 我要蜕变了 我需要半小时的时间 不能让人打扰我 无尽的雷光 交织成了一个熟悉的巨蛋 巨蛋将小黄的身躯 彻底包裹进去 巨蛋之上 无数雷霆炸裂显出无比恐怖的天威 吸收了第二滴血脉开始 小黄不只是伤势痊愈 筋骨血脉的力量也是大大提升 此刻他正处在蜕变关头 如果能够蜕变成功 他的实力肯定能疯狂飙升 找要万古 半小时 只要给他半小时的时间 他便可大功告成 叶辰拔出煞剑 宁神戒备起来 他感到远方的天空 正有几道强横的气息呼啸杀来 大人 有人来了 是底渊殿的人 这时候 幽影鬼又奔上山 向叶辰禀报 底渊殿的人 叶辰愣了愣 提剑下山 却见一个中年人手持法御 站在山脚下 正是底渊殿的执事 司空烈 在丹尊大会上 叶辰也见过他 司空大人 有事吗 叶辰皱了皱眉 叶先生 你练丹术很是高明 我已经向殿主禀报 他想收你进门 当炼丹堂的长老 不知你意下如何 司空烈满脸微笑 开门见山 道明了来意 原来 在丹尊大会结束后 司空烈惊叹叶辰的炼丹术 有招揽的意思 便发了一封飞剑传信 回到地渊殿 向第十天请示 第十天当即降下法御 也愿意招揽 第十天想招揽我 叶辰不着痕迹地笑了 底渊殿肯定不知道 他的真实身份 居然还想招揽他 如果被地十天知道 他是轮回之主的转世 恐怕会立刻斩杀 哪里还会派人招揽 司空烈道 正是 叶辰摇头道 抱歉 我一个人浪迹天下惯了 不喜欢受人管束 司空大人请回吧 司空烈呵呵一笑道 叶先生在考虑考虑 你树敌众多 眼下危险重重 有性命之忧 但只要你败入我地渊殿 地十天大人 必定会庇护你 任何人都不敢伤你性命啊 叶辰还是摇头道 多谢贵派垂青 但我一切闲云野鹤 实不愿多受智库 司空烈叹了一声道 既然如此 那我也不强求了 这份法育卷轴 蕴含着地十天大人的印记 还有我的气息 如果叶先生改变主意 可以随时联络我 司空烈将手中的法育卷轴 交给叶辰 叶辰心头一动 只感到这卷轴上面 带着非常浓烈的地威气息 如果释放出来 可演化成地光飞溅 斩敌杀人非常厉害 地十天的修为 果然深不可测 已经到了 延出法随的地步 随手一到法育 都有滔天之威 叶辰心里暗暗凝重 当即收下了法育卷轴 叶先生江湖再见 告辞了 司空烈拱了拱手转身离去 告辞 叶辰也拱了拱手 疏忽只见 天空传来一阵痴痴声响 司空烈刚刚离去 就有几道强横的身影 凶悍降临 叶辰 你果然在这里 一道雷霆般的怒吓声响起 只见一个身穿长袍 腰配长剑 长着龙鸡脚 浑身地位绽放 腰气弥漫的男子 从天空降临而下 清世竹龙 叶辰眼眸一缩 那男子正是清世竹龙 他的气息足足达到了天神镜九层天 传说中的神帝境界 不过上古和现在秀武差距巨大 上古时代的天神镜九层天 可能都能抗衡现在的圣祖镜了 你居然突破了 叶辰顿时动容 天神镜九层天又被称为神帝之境 此等境界有逆天的地位 浩瀚无敌 他没料到清世竹龙居然突破了 晋升一代神帝 神帝的光芒实在太浩瀚了 从清世竹龙的身上 叶辰赶到了无边的大法力 简直是要镇压一切 降伏一切 灭杀一切 强大到了无法阻挡的地步 叶辰 有竹龙大人在此 你乖乖受死吧 一道苍老的贺声传出 说话之人是丹皇杨烈 他带着杨腾 还有乾坤二老 紧紧跟随着清世竹龙 也降临下来 一群废物 你们斗不过我 就去请清世竹龙出山 叶辰眼眸一寒 如果只是丹皇杨烈父子 和乾坤二老 他完全不放在眼内 但没想到 对方非常谨慎 居然叫清世竹龙出山 清世竹龙踏入神地境界 法力无边 他只有混沌精四层天的修为 实在不易对付 清世竹龙冷哼一声 目光扫视全场 却看到了夜尘身边的幽影鬼佑 顿时眉头一皱 鬼佑 你怎么会在这里 幽影鬼佑被镇压在 勾尘大地幕府里 他却是没想到 他居然逃了出来 还跟在了夜尘身边 师弟 我以前作恶太多 罪孽深重 如今已经败入夜大人座下 听从他的教诲 洗心革面痛改前非 希望你不要执迷不悟 快点放下屠刀 鬼以夜大人为好 幽影鬼佑一脸庄严的模样 缓缓开口 在上古时代 他和清世竹龙都是九幽虎坐下的弟子 他的血脉资质排在第二 比清世竹龙还要高一筹 论辈分 他其实是清世竹龙的师兄 鬼佑 你精神被人控制了 清世竹龙一听到他的语气 顿时脸色一变 死死盯着夜尘喝道 夜尘 你对我师兄做了些什么 师弟 夜大人没有伤害我 你不要执迷不悟 佛家有言 人生有三够 贪臣痴事也 你贪念太重 臣念太深 痴念太毒 何不跪下皈衣 摆入夜大人座下 洗刷以前的罪孽 夜尘还没说话 幽影鬼佑就无比虔诚地劝说起来 这家伙真的彻底归顺我了 夜尘看着幽影鬼佑虔诚的模样 也是哭笑不得 原来几天前 他在幽影鬼佑脑海里 种下的金光符印 现在已经发挥出效果 那金光符印带有天龙八神音的佛家静气 在佛门天威的笼罩下 幽影鬼佑已经渐渐失去了自己的意识 成了行尸走肉一般 彻底归一臣服 沦为了夜尘最忠诚的信徒 就算现在夜尘撤去金光符印 幽影鬼佑也不会反叛了 因为他已经彻底归一 除非有人以逆天神通给他当头棒喝 否则他这辈子都不会再清醒 混蛋 你敢动我师兄 我要你碎尸万段 青石烛龙无比震怒 悍然拔出长剑 一剑狠狠地斩向夜尘 地位浩荡 剑光炸裂 青石烛龙剑身之上 骤然绽放出滔天的战力气息 无尽光芒涌动 演化成杀绝凶战斗 残逆七个大字 狂暴的绝杀波动呼啸而出 似乎要宰割整片天地 三十三天鸿蒙古法 天刚绝命符 夜尘瞳孔一缩 只感到巨大的剑气威压袭来 这天刚绝命符 是七杀魔宗的逆天神通 吸收天地刚气 演化成杀绝凶战斗残逆 七个绝命字符 有绝灭天地之威 杀人如斩草 端是厉害无比 轻视竹龙盛怒之下 使出滔天一剑 无上神帝威严爆发 要绝灭山河 斩杀夜尘 在无穷绝灭威压的笼罩下 夜尘顿时呼吸困难 浑身气急致志 竹龙大人果然逆天无敌啊 这一剑的绝灭天威 简直是震朔万古 夜尘此次必死 丹阳黄历父子还有乾坤二老 看到青世竹龙这么霸道的一剑 都露出了赞叹惊喜的神色 这一剑都露出了赞叹惊喜的神色 这一剑都露出了赞叹惊喜的神色